Hello,大家好,我是阿肥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几天我在顶楼疯狂的在搬东西 因为准备要做防水了 所以植物通通都挤在这里 意外的觉得挤在一起还蛮好看的耶 那这边呢,就通通都搬空了 那我不是一直很想要打造杂货风花园吗 结果没想到东西通通挤在一起 发现还蛮像杂货风花园的耶 有很多很多小场景,还蛮漂亮的 我把我的玫瑰还有绣球放在一起 因为这边必须每天浇水 所以每天浇水的就放在一起 那后面呢,就放了一样是多肉区 结果有没有发现这个白色窗框 白色窗框意外的好看 我只是顺手的把那个多肉花圈放在上面 发现好像笔挂在墙上还好看耶 这个白色窗框原本是在墙上的 因为墙上也要做防水,所以把它拿下来 结果这样子超好看的 不想放委去了 就这样搭着吧 那旁边还有一些我的竹盆 说到这个竹盆,全都是草 博雪万年草长得满满的 感觉这样子很好度效哦 因为里面的多肉都在乘凉 哈哈哈哈 这个架子是我自己去拆那个木棧板 自己订的 这个架子超重的 我都不知道原来木棧板这么重 订在一起更重 那现在是早上七点 温度是24度 还蛮凉的 再来带大家来看看我的熊童子 最近的情况 他们圆圆胖胖的 超可爱 然后我站在这里 就闻到一股口水味 哈哈哈哈 熊童子的味道真的是 让人没办法靠近耶 就是类似一种口水的味道 还蛮浓的 旁边呢是法师 他们躲在80%的黑王底下 希望这几天的搬来搬去到处折腾 能够没事的度过 那这个黑雨棚底下的温度是20度 早上七点的温度都差不多 因为太阳还没有很晒 这里呢我还蛮喜欢的 感觉就像一个绿子小隧道 旁边种满了玫瑰花 有开了一些哦 这个呢是五彩黑 站在高处给大家看一下 通通通都挤在前面了 哇发现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放耶 我很喜欢这一区的小造景 前面的是初雪阁 后面有铁线绝 我又入手玛格丽特了 今年想再挑战一次 看看能不能度下 后面有一小颗绣球花 我切叉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通通挤成一起了 还蛮好看的耶 好像开了一间园艺店 今天是春分 之后要皱长夜短了 那现在春天 多肉疯狂的在冒花剑 这颗是我很喜欢的蓝莓 我发现它最近要冒好多花剑 这里一个 然后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个 这边这边也一个 上面也一个 哎呦差点掉 这边上面也一个 哦一次开三个花剑 等花剑长出来 我要拔上面的叶子 来玩叶夫 这个角度看过去 多肉圆好缤纷好澎湃哦 这样子看过去我也超喜欢的 然后哎 这一颗是八千代 八千代还蛮漂亮的 也很好照顾 后面的是秋莉 然后看到这个花车井 这一区呢很幸福 它们待在80%的黑王底下 那这个花车井 现在是全日照 我也不用担心它会晒伤 又发现一颗要长花剑了 这颗是马迪巴 它的花剑也太稠用了吧 超大一朵的 时间来到中午11点 没有黑王的温度有41度 然后我们来看看黑王底下的温度 有33度左右 所以黑王真的会降温许多哦 这样子看过去 后面有两颗仙女 仙气飘飘的 那我就来说一下 这两颗是渡下的哦 左边的是凯特 右边的是晚霞 秉执着从小带到大的精神 它们都是我从小苗开始养的 然后12月份的时候 帮它们换到这个四寸盆里面 现在都满出来了 才经过三个月 晚霞长得比较快 已经快看不到盆子了 仙气飘飘的 在夏天的养护方式呢 就是在80%黑王底下 浇水日的时候 花洒来回浇透 后来发现气温虽然下降了 可是它们好像僵苗了 没有什么长大 一直撑到12月份 帮它们换盆 修根之后 刺激它们长新的根 也刺激它们生长 真的是非常的迅速 就长这么大了 尤其是这个晚霞 大超快的 其实晚霞刚入手的时候 黑斧了 我揪下来只剩下 顶叶的中心一两片叶子 还好还好有救回来 现在变超美的 很有成就感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温度变化 这个是下午1点半左右的温度 这个是黑王底下的温度 到了2点半左右 气温稍微下降了 所以我发现 最晒的温度大概落在 早上9点到下午2点半左右 之后呢就会慢慢下降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夏天 这段时间内有太阳直射的朋友 尽量帮Doro遮量一下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超热又超晒的 我们人都会觉得太阳太晒 早阴凉处躲太阳了 那植物呢没有角 所以我们必须要帮它们降温 就是看看利用黑王 还是利用家里的绿植 帮它挡一下正中午的阳光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看 大家拜拜